英國時間深夜接近十二點,香港時間接近早上七點 歡迎各位收看這一節的節目 首先,我也是呼籲各位更加給like小弟 以及請小弟喝咖啡 中國來的那班有少生不息,但我可以講明 中國來的那班有哪個留閒字字留言,我哪個Bank 我不單止Bank,我一定會reportspank 不用這樣,我想其他人spank不夠 對這些傢伙,要reportspank才夠 其實我覺得中國做很多事情,尤其這一件事 我相信那班中國人一定用盡熱狗 五毛那些去轉移笑視線語言惑中 但是這一件事,我覺得習近平已經去到神經病的地步 這一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近日英國很多民眾投訴 他收信的時候 摩加拉要他付5元 為什麼摩加拉要付5元罰款才收到信呢? 就是因為他那張郵票是假的 因為收到假郵票寄的信 那麼你收件的時候就要付5元 黃家郵證才能夠收到封信 那就引起很大恐慌 那麼你現在就查到那些假郵票是來自... 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買郵票這件事 就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那樣的 我買郵票就一定是... 因為我集郵的嘛 集郵的人呢 通常就只會去公司網站買最新的郵票 這個是我... 因為... 假郵票永遠都存在的 一定存在的,假郵票 不用這樣的,這個一定存在的 必然的 因為... 但是通常假郵票就通常是... 原本就不是對付平民百姓的,OK? 假郵票是對付集郵的那些郵票 因為你集郵的那些郵票 你每張郵票你會升值 那個郵票... 就是怎麼樣? 本銷利帶的原理而已 你印偽鈔,你當然是印金牛的 你不會印20元,10元這樣去... 沒有好處的 但是這一件事就很古怪 很詭異的,OK? 這件事就是... 有中國人,OK? 印大量的... 有barcode的英國的郵票 的通用郵票 那麼印大量有barcode英國郵票的時候呢 然後再透過Amazon去賣 因為一般人寄信 他只要想著是... 喂,會不會便宜一點啊? 這樣... 你... 真的有discount 你考他買的那些郵票 而不會想就是那個郵票... 怎麼有人賣假郵票的呢? 你想想一下,郵票值多少錢呢? 你怎麼會有人賣假郵票? 但是... 他印假郵票也要成本啊 那件事頗不值的啊 那件事頗不值的啊 就是頗不同... 在...頗不同的紀念郵票 或者一些有收藏價值的郵票 那麼... 他那個... 他本來就是想玩的嘛 所以... 還有有時候就是 要有那個原裝單據去... 日後交易那些證明 我是原裝買的,這一批 有得對的嘛 有得對的嘛 有得對的 這個是... 做集郵的人 或者有頭... 或者有集郵習慣的人 會做的事 那麼... 但是... 你看到一般通郵票那些 你怎麼會... 怎麼會有假票的呢? 你怎麼會... 你怎麼都... 你怎麼都匪夷所思呢? 不是吧? 你說有... 賣便宜一點的 那樣不奇怪 因為你那些郵票 你通常都... 有一個... 出售給... 可能給那些... 第二... 那些Party的商店 可能有Discount 那些... 有些人這樣想的嘛 那麼... 那當然我覺得其實就沒有的 因為其實... 你郵票的 用這麼低的 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但是現在就是... 出現有很多人... 因為... 你現在的問題是... 他不是發起那個寄信人那裡 是發起那個收信人那裡 那個收信人 突然... 我... 可能我收... 某間公司的信 或者某些親戚的信 我突然要付5英鎊 不知道... 如果我每天都收到這些東西 會很勇敢 那麼... 引起英國公衆很大恐慌 那麼... 現在就... 就真的要查... 中國... 即是... 現在初步查出就是 有中國有人... 大量仿製這些英國的郵票 那麼... 即是... 用... 霸鞠片... 反而仿眾質更厲害 結果就... 製造很多的問題出現 現在... 就... 黃家郵政的... website又... 是教大家 鑒辯真郵片 還是假郵票 但是我覺得... 你最穩陣 你要買郵票 你去黃家郵政的... website賣 或者你去ProOffice賣 你不要... 在... Amazon的不明網站賣 這個... 你要保護自己 因為現在習近平瘋了 習近平... 這樣都可以 我... 我這個... 我這個真的大開眼界 當然這個是黃家郵政有缺失 Romeo 是有缺失 Romeo 就是Romeo 沒有做好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 Romeo 當初有做... 應該做的事情 特別在一些... 你用Apps進行一些防盜 防藝務 那些這樣的話 我想就不會搞到... 今天這樣的 還有... 你不要引... 郵票... 就是這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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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的 你比較一下DHL 跟... Deutsch Post 和... 黃家郵政 這個就知道了 我首先講一下配景 為什麼無緣無故地 這些郵票有Barcode 因為就是... 本來就是想防止假郵票的 就是有些人重複五年郵票 這些這樣的習慣 就是走... 就是有些人就是將... 如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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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p 做得不好 那些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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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好 有些人就會拿... 浸了那張票出來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DayStamp 那就再貼一貼 那就造成損失了很多人 那麼... 就是想到用一個... 用一個Barcode 用Barcode 就變成可以盜住這種情況 因為你的Barcode 只可以用一次 OK 你只可以用一次 而且你又可以確定 那個... 一定是真的郵票 才可以用那個Barcode OK 當然中國那些人有做這些更加壞的事情 就是... 那個Barcode 可能是沒有發行的 但是他就預先做了... 他說他知道那個Barcode 那個Number的損失 然後就預先做了郵票 做了郵票出來 他做了出來的 他做了這些... 他做了這些... 賤人 那麼... 但是... 這個全歐洲 無論法國 無論英國 無論德國都行這個... 就是這個Barcode 票的制度 德國已經轉了 就是德國 德國現在沒有加區票 你可以繼續寄 可以繼續寄 就是... Eventory 新的票全部都有Barcode 有這隻Barcode 一樣的 加息一樣的 法國就一早做了 法國就好做 已經做了 英國沒有做得德國這麼進行 德國是連紀念郵票都有Barcode 票 都是用走Barcode 的 但是英國就不是 英國就沒有去到紀念郵票 都出Barcode 的地步 但是德國就轉了 然後... 法國也是 法國也是主要是通郵票 現階段 因為法國喜歡漂亮 但是法國郵票很難做假的 因為法國郵票做得很漂亮 那些位置很細緻 法國郵票是漂亮的 真的是漂亮的 但是英國郵票怎麼出事就是呢 德國有Barcode 票呢 他就... 我們有個... 因為德國現在其實呢 大部分... 所有票都可以... 我們當作半瓜號的形式做的 我們... 就是... 你... 那件信... OK 寄了出去之後 你... 你... 派了啊 是不是派了 到了那個目的地的城市派啊 那些... 你... 基本上已經知道了 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德國沒有什麼人 掛記掛號信 這麼蠻居的 因為... 所有的信件 無論郵票 OK 無論你是用... Online 用... 我們叫... Internet Market OK 還是... 一般的Beef Market 還是... 你手寫 用... 就是... DLL Post Apps那裡 你給了錢 你給了錢以後 它會將個綠號出來的 OK 那個綠號你手寫上去 都可以當郵票用的 德國可以這樣 德國可以這樣說 但是呢 所有事情的前例都是的 你有一個DLL 用Post的Apps 你掛了郵票那裡 OK 你就知道郵票什麼時候發行 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用過 全部都知道的 或者有沒有用來派過信 因為你每次那個Code 只會用一次的 如果你曾經用來派過信 你...很簡單 你問一個不明人士買郵票 然後... 你這樣吧 你給郵票我先掛一掛 掛一掛 掛一掛 如果一掛一掛 他曾經用來寄過信 OK 你走不走的 或者那個DLL OnPost的Apps 沒有找到那張票 或者你... 眼前你見到那張票 和... 你... 出現那個... 是不同的 不能騙人的 但是... 德國人一般來說都很少 因為... DLL用Apps OnPost的Apps太方便了 但是... 每個德國人都會用的 因為那個... 你... 你... 我信什麼的那些 全部都在那些Apps裡 你現在默測什麼 都在那些Apps裡 很少德國人會去買假郵票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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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發貨寄信叫什麼 只要添個Apps 只要寫個選票 錢貼門 然後就寫完 當然這是... 英特德國人的信 如果你說要寄信去外國 那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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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的 甚至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去郵局寄 你沒郵票 但是你郵局寄的時候 我已經做好了 所有功課 然後你那個... 那個QR碼 什麼什麼都是得起的 叫郵局人 油膏会帮人 印出线,然后就贴上去就可以了 就过关了 很多这些,我... 德国十万八千个玩法的这些 英国皇家有席,没有这些 Romeo 我没有听过有这些 这个就出了事了 因为德国,他大概想到就是 你可能有人会做这些艺务的事 他事先做了一些预防动作 就是他在IT Infrastructure那里 他做了预防动作,才是launch的那件事 所以你说德国,为什么有一些软弯的东西都将来到 在这些位置上 他仍然做了功课 德国的Infrastructure 就是,为什么德国是... 那些Infrastructure 我不是说Eri-able,就是整个的 他说DH有没有Mission,也有 但是那些信不知去了哪里 那些,九思俠十也有第二 大哥,每个德国人都一年终一次伏的 还要水星而行,终伏就很正常的 最近水星而行嘛 但是英国没有这些 英国没有这个配套 英国没有做好这件事 Royal Mail 没有做好这件事 没有做好功课 就... 将那些票转到Matrix 这些我们叫做DOT 这些Matrix票 接着,很明显就是中国有人截了这些票 接着,他就怎么样 他可能在这些票上 大概摸到Royal Mail 这个Algoth 那个Algoth Jane 的Code 你不用,把一张票的无限 re-dubicate 因为你肉眼不懂得分的那些票 是不是全部一致的 那个Code是一致的 你肉眼分不到 你要用... 你要用一个scanner来分的嘛 你要有一个Apps去帮他scan scan完这些... 哦,这些票是真的... 这些票是不是re-dubicate 的... 那你德国就很容易啊 德国你是可以scan 你去对的嘛 但是...哦,你... A 和B 原来是同一张来的 原来真的是假票来的 你不会两张游戏都分享同一个Code 你不会的嘛 那你假票,你假票我当然会移动你了 但是... Royal Mail 没有这些配合 这个就是出事 Royal Mail 做事有时呢... 我想是不知道是... 真的怎么样 你知道欧洲三大邮政集团 我们全欧竞争嘛 就是Royal Mail Group 那你...欧洲我们叫 GLS 我们经常叫 CLS 经常都看错去 CLS 接着... 法国邮政就是DPD 接着德国邮政就是DHL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很多最大的德国邮政集团 你现在明白 德国邮政集团 跟英国黄家游政的分别 所以你说英国黄家游政 CLS GLS 那些成人都怎么样 英国... 他们的公司文化 不上心就是不上心 所以被中国... 对习近平有几可省 被习近平有几可省 如果邮政集团 不认识不认识 你... 在... 你... 邮政... Oppel Office Office 买的 Hole Office 至少 所有东西肯定是真的 就算不真的 你害怕也不重要 你拿着... 你留下收据 你放在右票里 你一定有收据 你留下收据 如果有Pol Office 卖假票的 就是有些坏度 因为你知Pol Office 始終有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特許经营 始終有一个问题 有人卖假票的 没什么的 我... 你怎么可以去投诉移他 criminal 现在这个很简单 就是Amazon 那些 你怎么追啊 Amazon 那些伙子 还是什么 卖票那条... 那条粉皮根本是住在... 你怎么说住在中国 或者那些什么唐餐馆那些非... 那些非法移民 你怎么移动他啊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那时候 或者唐餐馆和唐烏鸭救的 你现在明白啊 什么... 什么... 违非作弹的东西都做得出来啊 他们绝对做得出来啊 这些东西怎么会做不出来啊 中国的学生和这个唐餐馆 两个是最多问题的地方 你不用说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 我的态度这么negative 真的 negative 你要确保 你整件事没有问题 最有效的方法 是在Post Office 买邮票 不要在Amazon 买 不要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买 你就在Post Office 买 这个是对你最有保障 我不是说那些... 如果你本身有 Royal Mail 户口的 你 Royal Mail 安借买算了 讲这么多干嘛 就好像... 我有一些有邮票收集外号的 我有 Royal Mail 户口的 我也有的 Royal Mail 我有个户口 我定义买的 Fest Day Cover 那些我有的 我有草邮票的嘛 我有宅流习惯的嘛 那些小时候没有改变的习惯的 这些... 你有自由习惯的 我为什么... 为什么你... 我们就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没有自由习惯的 就没事的 如果你不想开一个Post Office 就是Post Office 就是你不想开一个 Royal Mail 户口 那你就去Post Office 买 你不要在那些Amazon 的地方买 你要买大量邮票 就更加去Post Office 你现在你就不要去街坊 你也不要抑押为了 抑了... 抑了... 因为现在中国没有钱呢 这些这样的非法手段 一定做的 所以你说中国怎么可能不是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of the UK 呢? 但是这个很清楚啊 这一件事都随时... 令德国啊法国啊那些 已经改善了 用这些巴国票的国家响机了 因为... 因为德国和法国呢 那些邮票... 如果通过邮票 的话通常引得更多的 OK 甚至用贴纸票 贴纸票就没有那么容易 贴纸票 OK 就是... 你要贴纸票就没有那么容易 OK 就是... 因为德国现在的邮票 始终印刷当中 是给印钞的公司做的 其实仍然是联邦印钞的公司做的 基本上是联邦印钞的公司做的 其实是联邦政府印邮票的 其实是邮票印钞厂的 你问题是... 始终... 王家游正今天可以我手手 我可以说... 我颜保他日... 中国没钱起来... 德法都会中招 所以德法现在的做法都是这样的 就是... 德国一早就有Apps 去被人... 去鉴定的 就是... 也都... 因为德国是... 他很强烈的 连纪念邮票都可以... 用那个Apps 而... 其实也有原因的 因为... 它提高那个纪念邮票的收藏价值嘛 比如这个纪念邮票 有一个... 是有一些特殊的号码的嘛 那那张票是值钱一点的嘛 因为他多了一种... 收藏郵票的一种乐趣 可以说 德国人比较愿意做这些的 因为... 现在... 因为德国人大部分的寄信 已经全部是... 用Internet Marketing 的 好... 你会玩郵票的那些 真的要贴郵票的那些 要不就怎样 那间公司好起眼 那我买... 那我买... 那些文具... 那些授权的文具公司 买一卷票 那种方便是... 就像貼紙一樣 但是另一種情況就是 基本上他經驗郵票 他就提高那個可以玩的程度 因為他要競爭 其實他跟法國郵政和日本郵政競爭 日本郵政和法國郵政是做得很好的 在集郵服務方面 法國郵票我都說是很漂亮的 很值得儲的 如果你有法國郵政的戶口的話 我都建議你定期訂法國郵政的票 這件事都頗好玩的 但王家郵政就很明顯就真的 掉了一招 但是我也相信一件事 王家郵政現在要當前急務要做 他現在要立即有一個apps去配合 要像德國郵政那樣做 有一個apps 那個apps能夠驗證到那張票有沒有用過 你有這樣的認知才行 有一個apps去幫民眾去 當然你也都可能要 更加容易更加方便 令到一些英國人不夠 能夠經營到 需要用的郵政的標籤 去寄信 OK 甚至可能他手上寫的曲 然後就可以寄信 可以不可以像德國那樣 但當然有些人說 德國人的功德心會有強 英國人沒有這件事 也有人有這個顧慮的 但是德國在這方面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我的生活經驗 告訴你沒有什麼可能有假票 你說有假票的東西 哇,這樣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都會響機的 德法或者其他在用巴克票的國家 應該很快會檢測到 要有些更強硬的好師對付中國 因為其實還有一件事是 寄去外面的信 德國就很少是用郵票 郵票的人通過 因為多數公務上 除非有少數遊客 玩的那些 即是明信片那些才寄給朋友 是用郵票的 否則其實很多 如果是公務信件 很多都是Internet Market 去做 Beef Market Beef Market 就是Stamp 德文的時候是郵票的意思 我們就叫Beef Market 但是Beef Market 問題是 在英國不是這個情況 所以 總之這件事 我就教了大家 如何自保最有效 就是如何 最近用Post Office買郵票 不要在Amazon買郵票 就一定出事 不用說 好了 這件事 這件事 我講到這裡 下一節 我就講加息 香港成天早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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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